咱们既然说数组是一个新的类型 是一个新的类型 数组的声明是声明一个数组变量 那么既然是一个新的变量 我们就来看一看它的初始化和复值 对 声明一个变量之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初始化和复值 这是一个数组 它有十个元素 A0到A9 A0到A9称之为A的元素 如果我们想给它初始化的话 第一个办法就是 写一个大括号 里面写上十个数字 十个数字 这十个数字表示的就是 A0 A1 A2 A3 等等 直到A9的值 对 这些用逗号隔开的值 就会分别负给A的每一个元素 咱们可以通过打印的方式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可以这么写一下 咱们可以打得更清楚一点 百分之后 等于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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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I 是1 0到9 是0到9 0到9 因为I加加是 负1到8 因为I++第一次是负1 最后一次是8 那么AI呢就是0到9 AI就是A0到A9 这个括号这个下标 是一个表达式 我们忘了打回车了 这个就叫做数组的初始化 数组有10个元素 我们就初始化10个元素 那么这种初始化的方法叫做 完全初始化 完全初始化 而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完全初始化 比如说 这个数组也是10个元素 我可以给他初始化 其中的三个元素 A0 A1 A2 那么那些没有初始化的元素呢 就都是0了 对 没有初始化的元素 默认为0 如果数组有10个元素 而我们只初始化了 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没有初始化的那部分 会默认为0 会被设置为0 不能再拉了回车了 对 初始化的三个元素 初始化的三个变量 从前开始 付给了A0 A1 和A2 只付给A0 A1 和A2 剩下的没有初始化的数组元素 会被设为0 所以如果你想将一个数组清零的话 听好了 你想将一个数组设置为0 所有元素都设置为0 那么你可以这样写 很多同学是这样写的 对 没错 我给第一个元素 复制为0 剩下的那些也都会变成0 我初始化其中一个元素 A0 A0 我设成0 A2和A1到A9 我没有设置 它也会是0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你大可不必 你完全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种初始化方式 十个元素 我初始化其中三个 这种初始化方式叫做 部分初始化 如果我初始化其中的0个呢 那么所有的元素都会被制成0 比如我们初始化了前三个 那么后面的就是0 初始化前两个 从第三个开始就会是0 如果我初始化其中的0个元素的话 那么全都是0 全都是0 这个是数组的部分初始化 数组的初始化方式有完全初始化和部分初始化 我们随便写两个数组 比如说 这就是一个完全初始化的数组 我们对A进行了完全初始化 而我们对B呢 进行部分初始化 我们只初始化了A0 B0 B1 和B2 B3和B4呢 都是0 好 这是数组的初始化 数组的初始化 如果说是数组的负值又该怎样呢 比如说 这是一个数组 我不给他初始化 我给他负值 有同学说 这样做 无所谓 有人说这样做 因为我见过 整形的 浮点的 字符 等等等变量 初始化和负值都是一个样子的 都是一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呢 你是无法通过编译的 有人说不应该写A 应该写A5 听好了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写出A5这个式子 因为A0代表A的第一个元素 A1代表A的第二个元素 而A5代表着A的第六个元素 而我们知道A只有五个元素 A只有五个元素 你这是写的A的第六个元素 数组是A 不是A5 不是A5 A是数组 A的类型是 int5类型 A才是数组 不要说A5是数组 A5是A的第六个元素 A5是A的第六个元素 那么这样初始化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我们说 数组不能整体复值 数组不能够直接的整体的复值 我们能做的指示 我们能做的指示 给A0复值 给A1复值 换句话说 给A的每个元素分别复值 这个呢 是一个编程界的常识 数组不能整体复值 不仅包括我们不能写一个大括号来复值 同样比如说我有两个数组 B5 A和B都是int5类型的 但是你不能够将A复值给B 你这样做仍然是对数组整体复值了 仍然是对数组整体复值了 数组不能整体复值 我们以后学到指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转回来看一看 这个是为什么 但是现在呢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规律来记下来 对于数组来说 我们只能对它的每一个元素分别复值 然后我来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声明一个五个元素的数组 它呢五个元素都是零 它没有第六个元素 但是我们也可以去访问 第六个元素 A5 其实数组的元素只有A0到A4 但是如果你打印A5 其实是可以打印的 仍然可以打印 甚至我打印A6 它也可以打印 那么我打印A100 这都是可以的 它的值呢 是不确定的 是不确定的 但是确实是可以打印的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计算机在计数组的时候 比如说数组 int A5 它有五个元素 那么计算机只计它 它在内存中是连续的一些内存空间 我们每四个字节呢 表示一个元素 我们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 它五个元素可能是这样的 I不好 我们用T 这是A这二十个字节的空间 int五类型嘛 五个int组成 它是二十个字节 那么计算机 这二十个字节 其实计算机是有记录的 它必须要知道 这二十个字节的位置在哪里 你声明一个变量int A 声明一个变量xB 计算机都要知道 它们在内存中的位置 int A就是一个四字节空间 xB就是一个一字节空间 那么像A呢 它是二十个字节 它有五个int元素组成 那么实际上计算机只会计它第一个元素的位置 怎么计这个位置呢 我们说 每八个开关放到一间房子里 这间房子就叫做一字节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这间房子是有一个门牌号的 比方说 0001 那可能这就是0001号房 这个我们在指针的时候还会专门讲 现在呢 可以做一个入门 那么有人说 这个A0也有四个字节呢 那么计算机计哪一个字节的地址呢 计它第一个字节的地址 计第一个字节的地址 或者说是计第一间房子的门牌号 这个门牌号是一个数字 我们称它为地址 咱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可以了 这间门牌 这间房子的门牌号 我们把它设成00001 那么这一间就是00002 00003 那么如果我想访问A1的话 怎么办 它就从00001开始 前四间房子 是A0 再四间房子 是A1 如果我房 我使我打印A2 那么它就会找第9到13间房子 第9到第13间房子 那么如果我去打印A5 虽然A5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个比如说这四个T 这个A4之后 还是有内存的呀 还是可以找出四个字节的内存的 内存空间的 它就会认为是 第21到第24间房子 21到第24间房子 同样A100也是可以访问的 也是可以找得到的 但是呢 这些空间是不安全的 他们的值是多少 他们里装的数是多少 我们也无法确定 因为根据我们的程序 我们只知道A0到A4是0 那么A5开始 我们也不知道是多少 如果你访问A5或者A100 计算机是认可的 他会找 每四间房子是一个元素吗 他会找第五个四间房子 和第100个四间房子 他会强制去访问这些空间 但这些内存空间的值 我们是未知的 我们是未知的